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上16个最好的志向 看一下你有吗 说到命运 很多人是一种怀疑的姿态 如果说不相信吧 有些事情偏偏给你遇上了 相信的话又觉得有些奇怪 我们身上的志常常被当作是命运的代表 不同地方的志所带来的命运是不同的 下面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身上最好的16个志向 看看你的福相在哪里 1.嘴角有志 嘴角长志很常见 但不少人都会为了好看而选择点掉嘴角边的志 其实嘴角旁的志是好志 嘴角志意味着聚才 嘴角有志是实志 说明此人衣食无忧 2.额头右边靠近发际线有志 此处的志一般不易被发现 隐藏的比较深 但也不失为好志一科 有此志向的女人性格温和 待人和善 男人取进门后比较招公婆喜欢 一家人和乐融融 男人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可一心一意开创事业 日子过得舒服惬意 3.左眉有志 眉毛附近的志也有很多说法 一般来说 左边有志意味着主才 这里实际上男性更加适用 女性往往体现在旺夫上 4.左脸有志 脸上的志也不要轻易点掉哦 一不小心点掉福志就亏大了 比如左脸志主福 左脸有志者应该有福气 但要妥善把握 5.后脖有志 脖子后面的志也有好的意义说法 脖子后面有志意味着有靠山 有靠山做工作经商都有贵人相助 但也不是全部 6.下巴有志 下巴的志虽然不好看 但也是好志 建议不要轻易点掉哦 下巴的志主财富 下巴附近有志 说明有财富伴随一生 一般来说下巴附近的志主的是田地积址 屋宅奴仆 此处有志表示你老来必至华屋田产等不动产 另一方面你也会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位的人 7.印堂有志 印堂的志说法也很好 民间志向中印堂有志主贵 而且是印堂有志男性显贵女性显富 8.手臂有志 手臂上的志平常不易观察到 手臂上的志也大多是吉利的说法 手臂有志主生财 手臂有志者能管理好自己的财位 理财能力强 9.鼻梁上有志 鼻梁上有志的女明星也不少 话说回来鼻梁上有志也是一件好事 鼻子意味着一个人的行动力积极性 鼻梁上有志的女人性格善良 开朗积极的人 虽然有一点小挫折也不会闷闷不乐 浴室总往好的地方想 因此可以说是乐观进取的人 当然你的人生也是充满快乐欢笑 在男人眼中和女人眼中都具有魅力 因此人缘非常好 这类女人通常都能得到男人的喜欢 婚后能组成一个温馨而不满欢笑的甜蜜家庭 10.眉毛中藏志 眉毛中间的志看似不明显 实则也是好志 俗话说面无善志 但生在眉毛中的志却除外 因为从相学来说 人身上的志是遗藏不遗漏的 眉中志又被称为眉里藏珠 非富即贵 无论生在眉头还是眉尾 眉毛中的志最主要是在被藏起来 也就是说被眉毛挡住后 不宜被发现为家 有这种志向者通常聪明 才艺超群 富贵且具有财运 此种志向又称为眉里藏珠 在此不为长智的人都非常幸运 本人非富即贵 男性容易把握大权 女性则望夫一子 11.嘴角右上方有黑志 嘴角周围的志还分具体方位 比如女人右嘴角上方有志 嘴角有志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衣食无忧 是食志 去财志 二是美人志 一招桃花 女人右嘴角上方有志 从相学之志向学的观点来看 嘴角有志的人能具财 嘴角的志是食志 说明此人衣食无忧 嘴角上有志可千万不能点掉 也许除掉的就是财运啊 由此面向特征的女人 天生有福气 财运子女运都非常好 婚后既能将自己的好运 自相给伴侣 还能运有聪明可爱的孩子 男人如果遇到这样志向的女人 可千万不能错过呀 十二 眉头下方有志 麻衣神像有云 眉头下方有志 望夫易子 此类女人属于孟母类的人物 会培养和教育后代成才 此外 这类女人还极富有女人味 无意中能吸引众多男性的爱慕和垂青 女子的这个志代表丈夫会有地位 但是自己个性比较强 会管家 十三 太阳穴有志 太阳穴部位在项水上称为迁移宫 也称为一马宫 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远行 旅游 升迁 节移民等信息 这个部位如有恶志 代表出门旅行或在外做生意时会很不顺住 如果有善志 那表示你的旅途得意 或远方获利的喜照 十四 胸部有志 胸部有志代表你有一个富贵命 在家中也会掌握经济大权 姑且不论是胸怀大志 也或是双龙抢猪 你永远都是幸运的宠儿 十五 守心有志 守心有志代表你是一个聪明而不缺钱用的人 老年会很有成就 守备有志则表示你颇善于理财 却能在婚后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 是一个占有欲颇强的人 十六 脚底有志 脚底有志的人一码通常很重 有很多机会云游四海或外出旅行 在职场上也能够呼风唤雨 脚直里有志 显示你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 颇能获得部署朋友之拥护及帮助 将来在事业上也必定会有一番作为 看完了 大家是不是希望自己身上多长几个福智 其实不能这样想 有才福智才是好的 没有的话也许会更好 人的脸蛋看起来会更漂亮 更容易受到大家喜欢 住 志向有极凶善恶之分 同样的为志长得志有好有坏 切勿盲目对号入座 先分辨极凶善恶 再判断志向意义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打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做出功能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